遇到有关转换 PDF 的格式 不过我是建议 你会发现如果用录制去集 开关的录制,刚好录一下 你会把它认存新档 虽然它这边有 有一个格式是什么 也是有 PDF 但是你录下来的东西 你会发现在说明档里面没有 PDF 主要原因是他用的方法 跟 其他的不一样 不是用 save as 那我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不知道 要不就是查 要不要Google 一下 要不就是 所以你Google 一下 你用 VBA 转 PDF 搜寻一下 最后结果的话,你会发现 第一个就是 如何用 VBA 批次转换 PDF 后面是吴老师教授部落格 怎么那么巧 看一下 真的是我写的,我写都写,自己都写都忘记了 忘记我写 而且我还有分享怎么做,有没有 这边还有把程式 最关键就是 Explore as Fixed Format 里面有影片,如果你们需要知道 想要自己看一下 这边甚至还有其他的 等等的 还有 批次转 2003 CSV 还有 批次 汇入 图片超连结 等等的一堆 OK 然后 主要是利用这一个 Explore as Fixed 主要是这一个 其他都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然后底下也有一些动画 有一些说明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而且还有层次在这里 OK 其实还蛮完整的 说明在这边 这个我好像 四年前做的 我自己都做都忘记了 以前 我想说以前你会这么闲 怎么会做这么多事情 现在好像感觉就比较 比较懒 OK 其实当然也是做个记录的 那 再来 重点就第1个 我们要怎么做 其实我刚刚就把那个 那个动作如果以后不知道没关系 你录制 聚集 录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 我录一个名称叫PDF 然后呢 它是用ActiveShoot 后面加一个ExpoS Fix Format 那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 Type 冒号等于 就是这个 用 这个参数叫Excel TypePDF FileNet 后面才是加FileNet FileNet就档案名称 我是放在 这个路径 因为我是放我自己的随声点里面 它有加副档名 所以理论上应该还是我们要加一个副档名 比较保险 至于后面还有一些参数 其实它其实后面还有一些参数 其实这些参数如果不要也没关系 主要是这两个就可以了 其他这些参数你想说 要不要加要不要改 其实都没有关系 不过你可以按照什么 按F1 它也可以有答案 大家自己稍微看一下 我刚刚看一下理论上那些参数 没有也没关系 什么Quality 它可以用预设的 还有这什么呢 有没有IncludeDuck的 Profit 这个 这个就可能要看一下 True是要 就是 里面如果有属性 然后它有一些预设的 OK 那你现在稍微 是不是要略过那个 就是列印的范围 OK 等等 不过这些我想 比较不重要 比较重要就是什么 重要的就是那个档名 就是跟那个格式 OK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批示 把刚刚的程式改成什么 批示转换成PDF 的话 其实 重点 就是 一 把SafeS 换成Explore as Fixed Format 二的话呢 Type这个 把它 就是第1个参数 跟刚好跟SafeS颠倒 SafeS是先 党名 再格式 它刚好颠倒 所以呢 我们就 直接拿这个参考 所以也许你可以把这一行 先copy一下 copy到哪里呢 copy到我们刚刚那个程式 后面来改 OK 所以刚刚的程式在这里 如果我要再产生一个什么 这个 不过我先 干脆把刚刚这个 复制一下 这个是CSV 所以我们就贴上 这边也许改成叫PDF 批示转成PDF 这个 询问度也蛮高的 所以我顺便讲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SafeS 所以这边应该是 Active 不可 看一下 这边是 就是 它叫ActiveSafe 所以如果 那变成说我们就要转的话 变成说我们就只能够 一次就 一个 一次就一个 那这样的话程式可能就没办法像刚刚这么快 就直接批示直接转 它就不是用SafeS 那我们应该 就是什么 这一个吗 所以这个应该是把它 这三行改成 ActiveSafe 把这个后面这边改一下 然后把它 改 成就是我要的那个 然后 可以再试一下 你也可以用ActiveSafe 也可以用那个 Walkbook 一个工作部也可以 或者是一个工作表也可以 那也就是我这边的话直接干脆的 直接就是把 这一 但是会有个问题 就是那个副档名部分 FileName部分 所以我这边有 把那个 副档名部分 因为 你一存档 它会变成说 你的档名 点XLSX 它点XLS也会跟着过去 所以最后变成说 点PDF前面还会有点XLS 之前也有同学问到这个问题 如果把它去掉 答案就在这里 我是用切字串的方法 把它去掉 所以这部分的话 也许各位可以知道 如果把那个什么 X 就是说把Excel的档 转成PDF部分 可以试试看 对吧